我们国家其实最应该建的是叫国家医疗服务制度 因为我们有完整的公立医疗体系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俗称叫免费医疗 它是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 而当年它建的这个制度 现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金砖五国里面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 都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就是俗称的免费医疗体系 全世界目前主体的医疗制度是免费医疗体系 免费医疗不免费 它是税收筹资 税收筹资是比较公平的制度 因为税收是累进的 有能力人多交钱 没有能力人少交钱 但是对医疗的需求是按照你的需求来 你得了癌症有钱没钱都得要给你治的 但是这个治疗里面在公立医院里头 也不是说穷人富人完全一个待遇 我想我们现在这么多富起来的人 肯定也不满意 就是对于疾病的治疗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服务是可以有差别的 香港就是这样 比如你一般的老百姓进医院 一天只要交一百块钱 所有的药品治疗吃饭全给你包了 但是你那个可能八个人一个病床 你像那个沈殿霞肥肺 它是先付的 它有条件 那它就可以单间 但是你就要自己交费了 就是你住单间 给你24小时的特户 这个可以六星级的服务 甚至这个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可能一天晚上好几千块港币的这样的住院费 在这个服务层面我觉得是可以拉开的 这样也符合医疗卫生的规律 而我们是有完整的公立医疗体系的 完全可以这么做 我们现在这个保险说实在话 一方面可能钱还不够 另外一方面浪费太厉害 因为医院要创收 老百姓也想骗点宝 常开玩笑的一句话 骗宝就是人民战争 因为各方都有力 就是跟你医保和国家对着干 谁不干呢 十几年前我们在做医保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从美国的经验教训 因为美国给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保障 就是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 和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看病 政府买单 而医院是要创收的 政府给特定的人群买单 所以大家都去 大干快上的骗政府这笔钱 所以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医疗这一块是年年上升 而且完全没办法改 因为奥巴马医改方案 你看基本被废掉了 完全没办法改 所以整个美国都破产了 所以我当年在我们国家 医改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们千万不要走到 美国那条路 就叫政府买单的市场化 我们今天好像就在这个路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条件改过来的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制度设计好了 我们现有的钱可以给老百姓提供 比现在获得感要高得多的医疗保障 像英国和我们香港地区 它是免费医疗体系 医生是免费培养的 它的社会待遇 经济待遇 都是社会精英 它的整个的工作 就是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它是没有这个经济激励的 所以它就干你该得什么病 我就给你开什么药 它不会乱开药 也不会像我们就是被后面搞定 而且它的药也都是国家统一采购的 就不存在你要去医药代表 去公关这些问题 你说国家付不付得起 那我们那么穷的时候 什么都做了呢 它跟人多没关系 人多力量大呀 你交的钱也多 你税也多呀 你的市场也大呀 你分担风险的能力也大呀 这跟人没关系 巴西也人多啊 人家不都做了吗 你的制度安排会节约钱 就是免费房会节约钱 就像现在厕所里的子 谁还去偷钱 因为你知道那永远在呢 你没事去偷那干嘛 一样的 看病也是一样的 你没病你到医院去折腾什么 你一切医疗费用是医生决定的 现在医生要创收 小病给你大治 所以就整出很多检查呀 很多吃药都是浪费掉了 如果医生你国家给他一个体面的收入 解决他的事业 这个发展的这个前程的问题 他没必要折腾你干嘛呀 你没必要你到医院去折腾干嘛呀 我们这么大的服务量里头 有很多都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的医院怎么发展起来 就是靠做量 就是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多这个规模效用 所以门诊量过万 住院量 我们最大的医院 现在郑州复医的医院 住院量也过万呢 这在国外都是不可想象的 国外800张的床位 就是超级医院了 我们县级医院都到这个水平了 就是他靠扩量 这叫量做多了 有规模效应 他就能挣钱 所以看病的便捷都在中国 就是我想看哪就看哪 就这种便捷 想怎么看怎么看 全世界都没有了 只有中国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大量的资源是浪费了的 比如我们一个老百姓现在看病 肯定要看好几家医院 在国外感冒是不需要看的 在家喝水就完了 但是在我们这 如果都让病人回家喝水 医院就喝水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大量的资源在浪费 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上海他们学者做的研究 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用药 因为我们现在费用里面 40%以上是药 把中国人的用药 跟欧美国家 先进国家对比一下 发现什么 比如英国 我们的用药的这个 就是每年啊 平均中国人现在用药 大概要到300美元 跟英国差不多 但是再打开看看 我们的用药 用的什么药 英国大量的药 就是最好的这个 治癌症的 治这种重大疾病的药 它全报的免费嘛 我们癌症这些重大疾病 真正救命的药 报销比例 都不在报销末路内嘛 过去 所以报的很低 但是我们用的大量的药 安全 无效 利润高 就是可用可不用的 辅助用药 这是我说的 我们现在制度大量的钱浪费了 这些药根本都不需要的 所以你把制度设计好了 其实老百姓可以得到很多福利的